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香蕉 今天呢再尝试着给大家带来这个礼拜 Max Pay Monday 也就是周一局上面一位新华人美女面孔 Yara的两手牌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把 Yara同学是在 hijack 位置拿到了一把 A圈不同色 面对到周一局gold DK的开持 只是选择了平跟 随后 Hustle Casino解说的这个gold DGAF在装位用圈球砸色野根 然后大忙为Brandon非常少见的用 石沟杂色做了一个随bet到520 DK跟注520 那我们的Yara同学心想说埋伏成功 在行动再次来到他这里的时候 是选择了all in自己 这里Brandon的石沟杂色自然是跟不动 这个all in了 选择弃牌只留下DK的A5杂色 一般人呢这里可能也会选择弃牌了 但是我们的DK是何许人业 他可是周一局的actiongold 谁都给不了action的时候 DK可是没有在怕的 这里他继续给action 选择跟注了Yara的all in 那因为这是周一局 能且只能发一次 伴随着翻牌就有一张圈 Yara是成功的收下了 这个1万美元的大底池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把这把牌 Yara还是在hijack位置 拿到了口袋对勾 还是先选择了平跟40埋伏 不过这把牌后续没有人加注几 是形成了一个7人的limp底池 翻牌是来了652彩虹面 Yara的勾勾在这个7人底池中的运气还算不错 至少是在这个翻牌呢还是最好的牌 这里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行动之王DK又来了 他选择用Ruby在这个7人底池中 第一个满持下注300 行动来到Yara这里 Yara心想翻牌前没有埋伏成功 那这个翻牌也没有帽子 就选择在这个翻牌做了一个加注到1200 确实就在这把牌的情况来看 这个加注是非常漂亮的 随后行动来到了画面中 这位ASH卡带山这里 这个卡带山是否是属于那个传说中的 卡带山家族中的一员 有知道的观众小伙伴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里我们还是看牌 这里卡带山的后手是只有1420了 他的手牌概念是卡顺A高章 外加后门坚果铜花 在经过一阵思考后 是选择了做这个波动 all in了自己 行动回到DK这里之后呢 DK是询问了一下卡带山具体all in出来的数额 因为这边有个细节 就是卡带山all in出来的马量是不足以形成 对YARA1200这个加注的有效加注的 也就是说DK这里跟注卡带山的all in之后呢 YARA是不能再加注的 所以DK在确认了卡带山all in出来的数量之后 是选择了跟注 那就如同刚刚我所说 行动再次来到YARA这里之后呢 给到YARA的行动选项 就只剩下跟注和气牌了 那气牌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YARA这里只能选择跟注 让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来了一张方片石 虽然是给到了卡带山的后门同华听牌的增强 但是卡带山这里是已经all in了 所以也就不去管他了 然后YARA呢是在转牌选择下注了500 一个1%底持的下注 那DK别说九分之一了 作为行动之王的他 你打多少他都完全没有再怕的 马上选择了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对YARA来说非常不幸的3 卡带山和DK都形成了23456的顺子 最后DK还非常调皮的问了一下 他身边的Zia How to say2000 Zia说2000 DK学的也是非常快 嘴上一边说着2000 一边丢出了20个白色的筹码 这里YARA小姐姐虽然不太高兴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跟注 那这把牌最后是卡带山收下了主底持的一半 DK收下了主底持的另一半 以及所有的边持 好的 今天的分享的两手牌就到这里了 虽然说我们的YARA小姐姐才刚开始接触德州扑克 也是第一次上周一局这样的血腥直播桌 但是总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他也是水上了5000多刀 那我这个频道呢 平时也会不定时更新这个类型的视频 同时呢 还会定时更新我的扑克实战vlog 喜欢看扑克实战vlog的观众 也可以点击进入到我的频道里看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